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韩国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韩公主,又名韩公菊 本片根据一起真实性暴力案件改编 电影的情节比较虐心,请慎重观看 女主名为韩公菊,汉译后的名字为韩公主 电影采用的回忆式叙述手法 一开始,公主由于某些原因被迫离开了原来的学校 在一位好心老师的安排之下 公主被转学到一个偏眼对其的名校 老师给了她一个新的手机,并嘱咐她 除了老师的电话外,其他的陌生号码都不要接听 由于暂时没有找到好的住所 老师只能让公主寄宿在单身妈妈的家里 离别之前,老师再三嘱咐公主一定要低调行事 之前的事情并不是她的错 老师的妈妈也是一位非常另类的女人 她现在已经年过半百 却还和一位已婚警察局长搞婚外恋 期待着有一天对方能和原配离婚 然后和自己共度一生 第一次听到挖墙角还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不愧是一位另类的大妈 长久以来,她都是一个人居住 突然有了公主这样的陌生人 她其实是不太情愿的 对待公主总是冷眼相待 但是公主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孩 放学之后,她会跑到大妈的超市里帮忙打理 故意避开大妈和局长间的约会 渐渐的大妈喜欢上了单纯善良的公主 大妈告诉公主 自己这么大年纪 顶着被人骂的压力要挖墙角 只是为了再老了之后 能有一个依靠的肩膀 不至于到最后落得一个孤苦灵灯的下场 她还决定和局长结婚之后 带着公主一起生活 大妈的为人确实不让人待见 周围的邻里见到她也没有好脸色 这一切都和她的顽固性格有关系 另一方面 公主刚刚到达一个新的环境 她想尽办法来融入到新的同学之中 同时平复自己那颗焦躁不安的心 为此她专门抱了游泳课外班 在游泳池拼命地摆动身体 一天 公主在更衣室唱着歌 吹着头发 正巧被同学恩西听到 恩西认为公主的声音很特别 如果能够加入到合唱团 肯定会一鸣惊人 但是公主拒绝了她 之前的老师曾经提醒过她 一定要低调行事 不过公主对音乐十分着迷 趁着下课没人 自己偷偷地在音乐室哼唱 殊不知 恩西带着和尚队的成员在窗外聆听 大家都被公主的歌声所打动 再加上恩西死缠烂打的攻势 公主逐渐地开始接受恩西的建议 加入到了和尚团的家庭当中 课后和大家在一起洗脑 公主的脸上流露出幸福的气息 之后在恩西的建议之下 公主参加报名了一家歌唱公司 很幸运地她通过了出事 现在的公主和一群好朋友在一起 散发出快乐阳光的青春气息 来到这所新学校之后 公主比之前要开朗了许多 白天和好友一起度过学校的时光 晚上帮忙打理大妈的超市 日子过得充实快乐 可是父亲的一个电话 再次令她的宁静生活被打破 公主从小的生活就比较悲惨 父母离异 妈妈不管不顾 身为监护人的父亲是一个酒鬼 从来没有关心过公主 父亲约见公主 让她在一个不知名的协议上按了手印 几天之后 恩西专门为她做了一个网页 里面有公主参加比赛的视频 本想让公主开心一下 没想到她却大发雷听 她要求恩西删除掉网络上的视频 大家的一番好意却招来了反感 合唱团的人生气和公主决裂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 在公主身上发生过什么可怕的事情 一天 一个中年男子找到了公主 并呼喊其他寻找公主的人 在教室里面包围了公主 拿着手上的协议要让她签字 在一阵嘈杂声中 公主回忆起之前的事情 她原先有一个非常要好的闺蜜 两个人都是苦命的孩子 爹不疼 娘不爱 两个人就这样相互依靠 照顾在一起 事情就要从闺蜜的男友说起 男友在学校总是受到恶霸的欺负 为了帮男友解围 闺蜜邀请恶霸到公主家做客 想借此来讨好这群小恶魔 但是 从历史记载的事件当中 恶霸一样的人讨好 只会适得其反 助长他们嚣张的起烟 让他们会认为你是一个好欺负的人 而换来的结果就是变本加厉 公主和闺蜜做的恰恰相反 她在聚会上直言恶霸的欺凌行为 也因此惹怒了他们的老大 没过多久 恶霸的报复便到来 他们让男友拿着有名要的饮料 给公主喝下 之后 他们在场的所有人 每一个轮流戴着头套 玷污了公主和闺蜜 而他们等待的人 却看着电视喝着啤酒 很开心的享受着整个科室的过程 并且利用拍摄的犯罪视频 威胁公主和闺蜜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他们的受刑 直到闺蜜忍受不了 挑合自杀 这件丑恶的事情才被揭露了出来 警局马上抓捕了40多个参与者 他们都是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 他们的父母认为 自己的孩子不可能做出这种恶事来 是公主故意勾引他们才会这样的 一切的错和他们的孩子没有关系 应该道歉的人是韩公主 我只能说 用厚颜无耻来形容他们 都是对这个词的侮辱 韩公主无依无靠 无钱无权 学校得知事情之后 便挨排了公主转学 校方认为 名誉要比韩公主的清白更为重要 之前 父亲找她签的协议 就是犯罪者家属 花钱给她的父亲 换取无罪 拿到钱的父亲 开心的花田酒地 丝毫没有体会到公主的心情 其他的家长见到公主签字 找编了所有的学校 通过NC发到网上的视频 他们找到了公主 现在所在的学校 并邀请她在协议书上签字 学校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建议公主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为了不给大妈填麻烦 公主拖着自己的行李 打算要离开 大妈的情妇紧追着上去 拿着一份朋友的请愿书 让公主给她签字 还批评公主 做错了事就要道歉 公主回答她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为什么我要道歉 然后转身离开了大妈家 NC在之后 从晚上看到了公主受欺负的视频 直到此刻 她终于明白公主 为什么会拒绝录像 对他们上传视频 大发雷霆的原因 可怜的公主 就这样在大桥上 孤独地走着 她不知道该去向哪里 不知道该如何去做 最终 大桥上只剩下了公主的行李 公主一跃跳进了江里 画面的结尾 公主在江里自由自在地游泳 正如她曾经的一句话 她拼命地学习游泳 就是希望在自杀的一瞬间后悔 可以靠着游泳 开启新生活 本片改变于韩国的真实世界 有兴趣的可以查询一下 电影虽然是改变 但是事情远比电影还要悲惨黑暗 世界本来就是正义和邪恶的共同体 他们之间的对抗从来就没有停止 只能祝愿正义能一直胜利下去 不要给邪恶留下一丝喘息的机会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了 下期 接着讲暗君扯道君 第四集 转换下正能量的电影 用来安慰看韩公主受伤的玻璃心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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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